前途創私會議記錄 報告案 按一 臺電 AR-1 公辦度更基地 FIMTECH 創新基地轉修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指向市定古蹟 南島臺電藏庫旁 臺電 AR-1 公辦度更基地 FIMTECH 創新基地轉修工程 或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所略 有破壞股機制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官藍通道之餘 同意備查 按二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副設立院健康大樓新建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規定報告案 結論 指向市定古蹟 臺大醫院這管房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副設立院健康大樓新建工程 為有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4 條所列 有破壞股機制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官藍通道之餘 同意被查 審議案案一 中山區置身樓文化資產 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有初期委員 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一同意登陸置身樓文歷史建築 歷史建築 登陸航空報此順期委員 三月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費值審查 及付款法官的後續事宜 案二 大安區和平東陸二段 136項19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有初期委員 知同意決定如下 一同意登陸大安區和平東陸二段 136項19號為歷史建築 公報事項經委員參與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陸費值審查及付款法官的後續事宜 案三 萬華區康定錄100 102 104 106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請文化族在邀及文資委員 現看後 再提送本審議會審議 案四 大同區 迪化街一段130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 以致同意決定如下 一 同意登陸大同區迪化街一段130號為歷史建築 文化事項請委員參與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跟陸費值審查及付出本法官的後續事宜 案五 歷史建築三景物產租社會社舊倉庫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一 本案審查通過 二 委員就本案後續再利用所提建議事項其營運管理單位參桌辦理 案六 直下市併股基於台北北警察署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一致同意決定如下 本案審查通過 案七 中山區中山推銷所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出席委員11人 出席人數達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經出席委員同票表決 零票同意指定為股基 十一票不同意指定為股基 兩票不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九票不同意登陸為歷史建築 一票同意登陸為紀念建築 十票不同意登陸為紀念建築 同意票數兼為達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案五 本案決議中山區中山配銷所 建物不具文化資產價值 不指定古基 不登陸歷史建築 經驗建築 案八 北投區中美捷一二九項二號十號 及五十一項十六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本案出席委員十人 出席人數未達委員總人數二分之一以上 本案暫緩審議提至下次審議會續審 以上請委員同意備長 請問大家最上一次的會議就要休閒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會考慮 下一則繼續 報告案 報告案一 歷史建築日新國民小學 紅樓房新設辦便電站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條規定報告案 請說明 本案新設備電站工程 位於本市大同區元環大三小檔 二六九畢後土地上 新設單位申請雜上執照 請本市建築施工會建造協程 是107年5月17日會版本局 查該新設便電站即 位於本市立石建築 日新國民小學 原日新風學校紅樓西側 涉及文資法 第三條四條問題 本局於107年5月23日 請申請單位檢上報告指令設計書圖 及立石建築為視角點之模擬圖說相關資料 從本局安排審查事宜 申請單位於107年6月23日 檢上報告數字 本局107年7月23日 邀請文資委員 曾經成委員等 包括涉及文資法第三條四條檢查會議 會議結論 金鐘鐵委員意見 接任定該工程 為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貌 或阻塞其灌難 風暴之余 本案的文資法第三條四條報告 公請委員三月首定資料 這是本案的經地位制圖 這是青色電電站的模擬圖 這是以它為視角點的模擬圖 那您辦 以歷史建築日新國籍小學 日新工學校紅樓 旁新設定電站工程 未有 和換資產保存 第三條四條 所列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貌或阻塞其關卡通道之一 請同意給查 本案一結論關於後續 以上報告 這邊是報告大臣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可以回答 報告案二 直轄市令土地跟平基督教會 南新建工程及原有建築物拆除工程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條規定 報告案請說 本案新建工程基地位於 本市大同區間平站 新建工程及新建工程 提設設單位 英文資法的三條四條 提供古基地 建築基地 直轄市令土地 也同基督教會 新建工程基地上建物原委 本局列測追蹤建物 前今107年3月3日 本省議會第10次會議決議 指定古基 不關入綠石建築 今天建築 解除列測追蹤 結論二 本案建物因臨近 直轄市令土地 也同基督教會 後續採取及新建工程 提設設單位 英文資法的三條四條 提送古基保護計畫 請建築設計方案 成為文局審查 等局107年8月9月 邀請民副國委員等 三位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結論 基中整委員意見 一位委員認定 該工程有破壞乳肌 之完整 遮蓋其外貌 或阻塞習慣感通道之餘 另外兩位委員認定 補上訴之餘 請申請單位 第一委員意見補充修正後 在送盆執辦裡偷取 偵測單位 於117年8月30日 檢送盆案修正版 報告書籍的監測計畫 過局促成 本局107年9月5日 韓新委員書面審查 協商結論 一位 中整委員意見 接認定該工程 未有破壞股基之完整 遮蓋其外貌 或咀塞習慣感通道之餘 二位 令股基監測計畫 部分審查通過 本案基設系統及監測 結果應由結構及實證 若是工過程中監測管理直達 警戒值5% 並交相關資料 成本局執行 本案的報告書籍 以及整個 策記監測計畫 稱為參與所謂的資料 這是他的地址進行圖 這部分是基地位置 藍色部分是 基督教會所在的位置 這是本案的建物模擬圖 這是以 延庭基督教會 跟視覺的模擬圖 這是另外一張模擬圖 請為參與月 禮拜一 執行圖 執行圖 基督教會 旁興建工程 及原有建築物拆除工程 企大同區 延庭端小 但十八十九一號 南嶺土地 會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次條鎖略有 破壞補金資完整 增蓋其外貌 或阻塞其外貌 通道之餘 請同意各場 以上報告 請多多多講 請多多多點 請多多多講 非常凱然 报告案3 历史建筑独化街一段13号电污等建筑旁新建工程 涉及文化市场保存法第3条规定报道案 请说明 办理情形1 本案6的建设原屋建设集合处载新建工程 位于大洪区独化段二小段402D号的21号组地 英零街历史建筑独化街一段13号电污及独化街一段17号及 南京西路233项16号电污 刘宇杰建筑事务所于107年1月31日 韩群本协助查查及地范围内是否具有 国化资产价值险地建物 并依文之法第34条规定提送建筑设计答案 及地史建筑保护计划获局审查 办理情形2 本局于107年3月22日 邀请米副国委员 张天权委员创开大洪区独南京西路223-227号 南京西路233项179-11-13号 文化资产价值评估及本根性案 文之法34条审查会开 有关本根性案设文之法34条部分 委员出不认定本新建工程无微 文之法第34条未定 办理情形3及办理情形3及办理情形4 情委员创开大洪区本资料 那同框部分是那个基地范围 那旁边黑框部分是两个历史建筑 这个是视觉模拟图的部分 理办历史建筑 本市大洪区独南京西路23号的21笔土地 未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 所列由固化历史建筑组织完整 遮待其外放或阻塞其官版通道之余 你请同意备查 二请开发单位拟据历史监局 监测及保护进化为本文化局審查 后续并聚意执行 三本案一结论会办理后续 以上 报告案4 历史建筑原建城区公所地设行新建工程 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 规定报告案 请说 拜理请协议 等辅拜理永生建筑股 不可见公司担任实施则明居之 已定本市大洪区市 不断二小段52 十二十一号本十二里图 以都市更新事业计划及权力变换计划案 听证 于107年7月24日 还请本局解释文资议题 经查本案更新范围 履历史建筑原建城区公所听设 各道路迎接 涉及文资法第34条规定 本局107月31日 谈请实施者 以送指让建建工程之建筑绘画设计书图 及履历史建筑原建城区公所听设文 景观视角点之模仪突出过局 实施者 107年9月17日检送指南报告 书及立石建筑监测计划至局 本局107年10月3例 邀请詹兵田委员等三位委员 召开审查会议 会议结论议 有关测情文资法第34条规定议案 经终整委员意见 均认替该工程会有破坏立石建筑 五支完整遮盖其外化或主测其分寒通道之余 有关立石建筑监测计划部分本案修正或通过 本案监测系统既监监测结构硬结构专业细事签证 若是通过程中监测管理指导 借责5% 应将相关资料从本局执行 实施者 107年10月12日解送本案修正版报告 及立石建筑监测计划至局 立石建筑监测计划至局 立石建筑监测计划至本局107年10月12日悬查通过 检查本案文字法三四大报告及监测计划至局 新外原生的手机资料 这是本案的地域地形图 红色部分是基地所在位置 蓝色是温存太多所所在位置 这是本案的建筑模拟图 这是视觉模拟图 上面是现框 下面是后面新建工程的模拟照片 这是另外一个视角点 看过去的模拟照片 米半一 一时正组原建成区公所定设 唐兴建工程 本市大同区市 補标和小段五之二地号等12亿土地 会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三四条 所列有破坏历史建筑织完整 遮盖其外号或主射性观感通道之余 您请同一废查 比送报告 我答应一个一点 真的是答应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 下一个 审议案一 北朝区副新亭及副新高电台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 本区 于107年7月13日完成公告程序 审议会议记录 请强附件1 公告请强附件2 二 依据文化布 107年8月13 9月6日 10月2日 来韓 老师列领 本案之沿意除今分入历史建筑织 国民国民军阵亡战工人籍纪念碑 附信武德金城堡围外 上有附星亭 附星高电台两标的 会议记录未展明此二标的沿意结果 究竟该二标的是否已完成文资手例 未必或许存有争议 建议如会议记录中载明其沿意结果 并当其 沿意决议和合公固于主管机关网站 小户件3 有关北投附星亭及附星光电台 依据本居106年7月17日 邀请李富伯伦委员 李前党委员 德书一委员 蔡文化委员 吉波同名委员 招开文化资产价值审查 专案小组会堂 专案小组委员意见摘要 附星光电台及附星亭不具文化资产 保存价值理由 二者中间形态并不特殊 请者多次修建 获得之设备均以签单化 可能追缩其文化资产在意义 请强附件4 文化资产价值屏幕报告 请强附件5 那这是符星亭电台的地籍图 符星亭电台的外观及内部照片 这是内部照片 符星亭的地籍图 请问有人参看 这是符星亭的外观及内部照片 文化资产价值屏幕报告 符星亭总部电台基本资料 请委员参看 这是符星亭的文化资产价值屏幕报告 基本资料 目前的现况 就位于国防大学校园内 保存意愿 是国防大学正在登山学院 主动提报 曾日益有定期维护 价值分析物分请委员参看 有关指定登陆范围之影响品 不建议不指定谷籍不登陆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有土地及建物所有权人 因相当规定办理 等按提请同意 符星亭电台及符星亭 不具文化资产展值不指定谷籍不登陆历史建筑 纪念建筑 等按提请本省应会审议 因审议决一办的后续 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跟主席和各位 再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在今年2月8号第一名二次会的时候 已经审过这个案子 当时这四个标的 经过委员讨论之后 前两个标的给他的历史建筑 后两个标的是不具文化资产价值 但是我们在公告之后 那个跨部文字局来含 他讲说是我们只写了 有历史建筑的部分 那这个符星亭跟符星高电台 没有特别著名的会议记录里头 没有说它不具价值 所以说请我们在下一次大会头 再报告然后再读上去 重新公告 重新补改 那个说会议记录 所以说才拿过来 事实上在2月头已经充分讨论过来 不能够根据2月的讨论 直接回复做的距离 对 之前已经来 会不会几次了 坚持说一定要再来一次 回到三次 特别机构委员同理 对 我们这次是屈服投降的意思 比如说反正来日方长 我是建议所基于被委员的尊重 不怕顾的主管权责 他要怎么去规定 应该请他们调列出来 反正市长要的是SOT 让他调列出来的这些规定 或是要求我们的规范 一条一条我们来检视 不合理的就回复他 要他做修正 那这样的话 我们才会有一个和谐合作的机会 第二个就是说 他来的这些审议的规短 应该要把我们过往 文化局跟我们委员会 面与的一些困难 因为现在如果真的是变成无限上上太上法令 我听同仁也讲说 我们澳湖现在很自豪说 有史以来最强力的坚固 传入三七二十一 那是什么形容 在事物上的事情上 会产生很高充的问题 我想这个人是我们大家的时候 最近得向很多的这些开拔案 不是我们的主张开拔 但是在过程里面 不能够随时一个动作 我就把人家全部停掉 是在法治社会 他也是不符合相关权益的保障 我想这应该是要事故的表达 那就是说 请他回来 我们该遵守的规范 不合理的 我们一样跟他来做探索 但是现在事务上 他在修法过程 不能够兼顾合理事务的项目 也要能够一条一条回去 那这样让大家做好遵循 好 可以了吗 大家有意见 可以来 依照这个历史建筑的登陆 他这个办法很明显 他这个是直较四项 它是最后是第四项 报中央组合机关被查 在这个被查的定义呢 在法院已经 最高的法院 已经有迷失的确定 被查善解单位 并没有说有准确准 被查只是告诉你 我知道而已 就是我们想 如果要答复的话 我们还是去法庭 来答复 这只要有关 变成大法官的解释 可以其中给客户 好啊 这个主席委报告 大概最近也不止这个案子 我们故意挑一个案子 给委员看 如果有一些委员 中央的委员 能够代替我们 那有的 确实我们已经照 薛老师讲的文化 他叫我们来 已经不理他了 所以这样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理他 我就给薛老师看一下 好 现在还要理他 这个案子还是照 刚才要给他 那老师的意见 我们并再回给他 对 那这案子就不必在 一定的程序 不必再回给他 对 如果老师刚刚薛老师的意见 是举例 我们就这样回给他 就说我们就是这样 所以不备查我们也备查 对 那就把备查的法定器去 这个方面 回给他 这个案子结果也不会 也这样讨论 对 但是他的精神是这样的 程序是我们 一备查的钥匙来进行这个 好 好 那这个决议我们 事后我们是来 那第一类 如果下一集 我们再接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比刚才大家讨论 我们下一个案子 审议第二 前南菜园日市宿舍 以及定着土地范围审议案 即ABC动社副计划 及全区在链计划审查案 请说 前南菜园日市宿舍群 在国95年7月25号公告指定 登陆的日市建筑 在105年9月23号 本委员会第85次审议通过 历史建筑的部分 历史建筑的日市宿舍群也指定为骨鸡 那有关坐落的土地范围指定理由 再送合委员会审议 请委员强参付建二 那另外再依据106年8月16号 多月委员会第96次的会议决定 北侧ABC动格修计划 及全区再利用计划 需提送本市文化自然委员会审议 那针对上开坐落的土地范围 根据在106年5月24号 邀请李前郎委员 王惠军委员会堪 那原则上呢 5G的范围是以旧有的围墙为界 那京台人在办理建建以后呢 在107年7月30号 解送B级对照表 B级图等资料 那大概说明如下 北侧围墙的范围内就ABC动格 地址是南昌路二段二项 24681012号 那南侧围墙内B跟1栋 是布里街81项 4号、6号、8号 都经台银建建以后呢 那有关于坐落的土地跟那个面经 那警委员乡餐附建 那上开的土地建物管理单位 都是台湾银行 台湾银行完成土地分割 古基公告 只是在古基公告范围468-7 有一些币号 因为都市计划为道路用地 那本局在107年8月22号 邀请安子相关单位来研商 那会议结论大概是 古基北侧跟供侧的围墙 因为目前保存完整 只是因为坐落在道路用地上 为了文化组成保存的必要 所以会请台银依文思法26条 办理检讨法令提出命运计划 南侧围墙的复原位置跟方式 则请台银调查相关的历史违线 提出修复计划送文文会審查 请委员强参附件5 台银目前已经启动 南菜围日式宿舍群的修复占用工作 在第一期南侧B1栋的部分 跟第二期北侧ABC栋的部分 都已经召开过修复计划的工程会 两次的工程会记录 请委员强参附件6跟附件8 107年4月20号台银已经提送 前南菜围日式宿舍 ABC栋修复计划跟全区再利用计划 本局在107年5月30号 召开专案小组审查会 邀请李前郎委员、詹冰前委员、 刘淑英委员审查 一结论后续就提送文审议会审查 有关南菜围围墙复原的位置及方式提行审查 那ABC栋修复计划跟全区再利用计划 提行审查 这是本岸的地级地形图 谷基谷地并桌范围 然后包括台语提送的地级指标对照表 那本岸基地的位置图 就是这五栋都是指定为谷基 那目前的建筑物现况 那米半的部分 米请同意指定 前南菜围日市宿舍 乌林间八十一项六号、八号 南昌谷二段二项六号、八号 南昌谷二段二项十号、十二号 为直下市病谷基 并病入直下市病谷基前南菜围日市宿舍上 有关变更后的谷基公告事项 包括位置图地级图资料 请委员祥参附件时 那指定的理由跟法令依据 共有四条请委员祥参提案单的资料 第二 您请同意废止原来历史建筑 前南菜围日市宿舍 布林间八十一项六号、八号 南昌谷二段二项六号、八号 跟十号、十二号废止公告 那废止公告的事项 请委员祥参附件 本案提请委员会审议 必因审议决议办理谷基公告 及请谭英一结论办理 后续修复再利用事宜 以下请谭英部分 就谷基N1启动及群区再利用 进行说明 谢谢 跟主席安委的报告 今天写了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上次已经决定 大概群区是谷基 然后把土地接线范围化清楚 那大概做了一些调查 还有一个土地的分割 也花了一点多的时间 所以现在把土地犯为确认 那第二部分是上次会议也要求 凯英要报告整体的修复再利用几号 这是两部分 接下来 那这边有个简报的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 我代表台湾你好 我们是总组联合介绍师事务所 我是这个案子的协同组组织 东群介绍师 那底下我为各位简报 有关于AV系统的规划设计 跟这个案子的审议 下一页 那目前我们所执行的 今年的进度 从二个月份 我们召开一个修复计划 跟全区再利用计划 那在三月 三月之后呢 我们依照文资法规定 有办了一个AV系统的公听会 那在五月三十号的时候 我们依照文化局的指示 有召开一次AV系统 跟全区再利用的计划审查 那八月二十二号 台湾文化局召开 古籍公告范围部分地 涉及都市企划道路 是否开辟的联讨会议 那会议后来结论的话 是依照 现在也没有办法开辟道路 我们就以现行的范围 那未来由我们的应应计划 去做审议排除这个部分 那下一页 那在三月二十六号 我们召开第一次的公听会 那会议的结论 民众是希望未来参与 未来的南菜園的使用战略 会有民众参与 跟修复期间 必须要有一些工地的导览 那这个部分 我们有跟台湾协商承论 会把它进行办理 下一页 那这个是那时候的审议 一页下页 下页 下页 这个部分是道路协商的部分 它结束在这边 再显为参与报告书下页 那这一次的审议是针对AVC 这三栋 那我们要把它做审议 修复需要的审议 那还有第一栋的全区再利用 下一页 那我们依照台湾所提供的一个面积的话 固域完整的地 和面积的表 把它呈现出来 下一页 那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这次有提出一个围墙的修复范围 我们是希望北侧三角的麒麟地 这是属于台湾的范围往外推 因为这个部分现况就是会有围停的状况 围停的 那后面的这个南侧的围墙 下一页 我们有依照原本的现况跟81年航照图去判决出来 它其实有双整 两个围墙 那当时是有两户从这边进出 那我们是希望把围墙往外推 整个让它整个接破更完整 下一页 抱歉上面 那从这些残疾来看 现场残疾来看是有围墙 所以这个是很确定的下一页 那81年空照图其实围墙的范围是 那这边原先有一个也是日式宿舍的空间 那现在也变成大楼 那这是当时81年代元 我们下一页 那从这个现况我们看出它有围墙的存在 那这个部分可能很清楚的现场照片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下一页 那我想修复计划的话 在这个案子里面它有一些特色 就是书接故隶接正家庭 上面路人家居一些的部分 那下一页我会把它提出来 那有一些中南部的一些案例 我们也提供给台语 包括斗六人军中间 这个是在用的 我们所找的案例都是属于全区 大概五栋以上的建筑物 那这些都是目前有在做在利用的 包括家居的 台南有一个农事所的改良宿舍 宿舍群还是做家居的一个在利用的 那台中文学馆的案例 我想大家委员都应该都很清楚 那下一页 那包括一些OT的一些公告 未来我们都会提供给台语 包括它可行性的这些资料 下一页 那进入到我们这个案子的一个定位 我们是希望依照两次的公听会 民众的一些意见 跟当地的居民的一些意见 是希望有一些公益性的空间 那我们是把A洞的这个半洞 做未来的公益性的空间 那其他B系洞 D1就作为展示部分的餐历